了解完宋大姐的情况后 我们立马联系了刘大哥 第二天早上 刘大哥就从大屯镇 来到了长春 来 过来吧 刘大哥 来来来 谢谢 你好 早上从大屯坐来坐来的 然后给你们介绍一下 宋丰梅大姐 刘可陈大哥 大姐现在跟儿子而起 对 跟儿子而起 然后和孙女都一起坐 看这个大姐的第一眼圆 印象咋样 写行 我是发现了 大哥哥 我给你介绍好几个了 你看谁的第一眼圆都行 就是跟我俩度过后半生就行了呗 他是实心实意的 我这个也是实心实意的 看大哥第一印象 觉得跟电视上一样吗 不一样 电视上是啥样子 电视上我觉得它挺壮的 个儿好像也没有得买 这我印象当中 它应该是1米756那样 完了那个好像那种 杂碎那种160斤以上那样 Tistik哥 那见着本人之后 觉得就是瘦 瘦 瘦 那就是演员啥子呢 跟电视上比 对 演员啥子 好像也比电视上看老 老 嗯 有可能这两天风刺的 都太大了 两人刚一见面 这大哥这头倒是对宋大姐挺满意的 但是宋大姐反倒是觉得 见到刘大哥本人后 没有在电视上看的那种心动的感觉了 但宋大姐也表示了 还要跟刘大哥好好聊聊 再看看其他方面感觉咋样 我是在里面的退休的 大姐现在退休了 又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现在 嗯 现在还上班了 还上班了吗 做这份工作 两千多块钱三千多呀 那个我那工作吧 就是说在学校 在学校 那孩子那课要多吧 就挣得多点 要少就挣少点 感觉那么就是 我在那孩子的爸 就是98年就去世了 98年就去世了 他那个当时去世的时候才43多岁 然后那个他去世以后 就一人一直带着孩子过 然后那个后来孩子就结婚了 去那个王大夫 就一直到一代 将来我们俩要合着一起的 那工作人就不让他干工作了 就不让他干工作了 让他跟你去养鸵鸟了 没有 那鸵鸟我也不让他养 嗯 他就给我照顾我家就行了 嗯 嗯 就给打扫打扫我一声就行了 哎嘛 听这意思大哥你又相容了 嗯 宋大姐一五一十地 把自己的工作经历 感情经历都介绍了一番 听完宋大姐的这些基本情况后啊 刘大哥表示很满意 随后宋大姐也问起了 自己比较关心的 刘大哥抽不抽烟 喝不喝酒的事 抽烟嘛 就是说少抽点可以 喝酒绝对比抽 绝对不可以 喝酒绝对不可以 大姨 大哥你喝酒不 喝 天天都喝吗 我是天天喝 吃饭就是喝 我就多了不喝 二年 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喝大酒 哎呀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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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大人 我对喝酒吧 有点太敏感 那我前一夫他就是喝酒 其实人特别好 哎呀 那过去还要哈对吧 我是从27 二十七岁喝酒 这个喝酒的事吧 他喝一辈子了 我这么我怕就是 人家怕他吧 就是到年龄越大了 越喝越烈 越喝越烈 喝酒人就是这样生的 我觉得吧 就是说对那个 人家喝一辈子酒了 咱们要想就是说 非得改变人家 也有点不咋好 因为咋呢 一个人一辈子养成的习惯 要想改也不是那么容易 再说我也不想 让人家为我就是说对 就不喝了 人家有这条件 觉得就喝酒就是人家的一 生活当中幸福 你说咱不让一喝吧 也不道德 也不是那回事 但是我对喝酒呢 说实说太烦了 先认识一下 等有时间我到你那看看 行 因为刘大哥爱喝酒这事 宋大姐跟刘大哥的缘分 没有序上 但宋大姐也表示了 很高兴认识刘大哥这个朋友